0304赛季第二回合,西班牙国家得比,巴萨在柏拉乌2比1逆转黄马 在我个人心目中,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不是巴萨的进球功臣克鲁伊威特或者哈维 也不是送出精彩助攻的小罗,而是巴萨的后防中间普悦尔 本场比赛里,巴萨的铁血中尉屡次做出关键防守 化解了黄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并且在和黄马队长劳尔的对抗中,普悦尔全面斩忧 这场比赛防得黄马队长一点脾气也没有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普悦尔是如何限制劳尔为巴萨带来一场胜利的 在看两人的直接对决之前,我们先稍微走替来看普悦尔本场比赛里最精彩也是最关键的一次防守 劳尔也参与到了黄马的这次进攻当中 看完这个片段,也许你更能明白为什么普悦尔后来会被称为铁血队长 为什么是后来呢,因为0304赛季普悦尔还不是队长 一起来细看,奥莱哥在索阿里的压迫下将球传给了飞哥 普悦尔届是赶忙在身后贴住劳尔 这样做的话,假如劳尔得球了,普悦尔也更能让他无法转身 并伺机断球,同时还能伺机拦截对手给劳尔的闯球 飞哥找其拉内,其组外角被反向一挺闪出空间,起脚远射 球在两次弹地后造成了巴尔德斯第一下扑球脱手 好在第二下及时反应,扑出了劳尔近在咫尺的捕射 但球又落到卡洛斯面前,此时普悦尔已经回防到了门前 没有任何位居地正对卡洛斯 大家注意普悦尔这下可是有意识的主动用头把卡洛斯的射门顶了出去 卡洛斯左脚近距离 这一脚的力量有多大可想而知 普悦尔直接被闷的跪在地上双手无脸 其实刚才这一下球最终是被普悦尔的脸挡出去的 大家可以想想有多疼啊 但令人震撼的是普队竟然又立马站了起来,继续投入到防守之中 导播给了劳尔特写,画面再切回来 普悦尔已经学好位置,双手背在身后准备拦截传中 球被破坏出了底线 普队这才伸出左手揉了揉自己那肯定依然非常疼的脸 铁血硬汉表示,我不是不疼啊,我只是不说 通过这个角度再来欣赏一遍普悦尔这次门蟹就蟹 其价值,特别是对于球队士气的提升,绝对不亚于一个进球 除了勇猛无畏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普悦尔在这次防守中所体现出来的顶级防守意识 在骑组白腿射门时,劳尔其实已经越位了 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 大家注意看,此时骑组生前的五名巴萨球员注意力都在球上 骑组射门出脚后,之前做出封堵动作的科库和范布隆克霍斯特来不及反应情有可原 但巴萨其他两名后卫雷奇格和奥莱格都只是站在原地 寄希望与巴尔德斯救险 只有普悦尔一个人转过身来,几乎和劳尔同一时间启动 加速回追继续防守 而直到看见卡洛斯即将获得射门机会 他身后的雷奇格才反应过来开始启动 当然他这两步回追肯定就是无效的了 再通过这个角度来看奥莱格的反应 同样是在看见巴尔德斯扑出了劳尔的补射后 他才开始启动,当然也起不到作用 我们平时谈的更多的往往是前锋的补射意识 极少聊到后卫一防到底的意识 而普悦尔这次就用一个顶级的一防到底 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最后在门线上 王城救险的人是他而不是别人 而且被闷得眼冒精心后 又站了起来继续防守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 只要球还没被解围我就不会倒下 好了,下面我们集中来看普悦尔在这场比赛里 对劳尔的各种严防死守 首先是一次非常关键并且及时的解围 破坏了指寒王一个绝佳的补射破门机会 一起来细看 索拉里停球的同时普悦尔正在回头观察 他在看什么呢 当然是在看劳尔的位置 老念的其他类抓住内部空档 普队在身后加速回追 起组的射门被巴尔德斯扑出 弹到普悦尔身上静止飞向跟进的劳尔 一只脚刚落地还没站稳的普悦尔 一看这还得了 直接将自己侧身飞了出去 赶在劳尔之前将球结尾 但巴萨进去湖顶没人保护 好在飞哥的左脚抱射 被干巴扑出了底线 这球若不是普悦尔一路回追及时反应的话 拥有顶级射数的劳尔是有很大机会避开身前的奥莱格 打圆角得手的 普队又一次展现了自己作为后防定海神针的价值 下面我们来看普悦尔和劳尔在禁区内的强点对抗 先来看其他内核坎比亚索的两人配合 通过连续的一脚和一头出球 把球打到前场 普悦尔第一次回头观察劳尔的位置 再看向持球队员 然后再一次回头观察 接着导播给了飞哥的禁忌 也许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欣赏他的旁贷技巧 画面在切回来时 普悦尔和劳尔已经在禁区内纠缠到了一起 两人的双手都拉住了对方 但普悦尔立马展开双臂 不给裁判任何可能吹罚犯规的机会 又扭头看了一眼劳尔的位置 再看向边路 同时双手依旧保持张开 以限制劳尔的跑位 飞哥传球出脚 劳尔架起手臂抵住普悦尔 但普队也回抵着劳尔 并两步加速冲前落点 飞升探出一头监球结尾 可惜第二点又是黄马的 卡罗斯这下没挺好 哈维也挺大了 再来看其他类的骚操作啊 卡罗斯也想骚一把 虽然普悦尔这下没缠到 但奥维马斯及时监球断下 并完成结尾 这个片段我们先元素看一次 劳尔坐给小贝后往进去里牵插 又是普悦尔将小贝的窗中结尾 我们从更靠前的地方一起来细看 戴维斯想要突破 被坎斯林抢断 黄马由功转手 小贝带球推进 以寻求快速反击的机会 留着寸头的小贝也是那么的帅啊 在切回远景 可以看到普悦尔上前限制小贝 奥莱格跟着劳尔 面对小贝的窗球 劳尔将奥莱格挡在身后 直接回座 普悦尔和奥莱格虽然已经及时换防 但还是给了小贝床中的机会 此时除了劳尔外 索拉里也冲到了进去里 准备包抄 面对小贝的床中 普悦尔在回追过程中 强行改变身体中心 转身的同时左脚起跳 右脚奋力一弹 将球结尾 自己则重重的摔到了地上 再来欣赏一遍 刹车的同时转身 转身的同时起跳 起跳的同时伸脚结尾 在空中旋转了180度 这反应速度 身体力量不得不服呀 普悦尔本场比赛 还有一个高难度结尾 而且证实他的及时防守 又一次破坏了 劳尔可能的进球机会 还是从靠前一些的地方 一起来细看 被普悦尔贴入的劳尔 选择和索拉里交叉跑位寻求机会 普队不慌不忙的 些抬手示意奥莱格 注意防守向他游异过来的索拉里 在抬手示意另一侧的雷奇格 注意盯防劳尔 才26岁的普悦尔 俨然已经后方大佬呀 普悦尔自己则在留意着 边路情况的同时 也开始往禁区里回退 根据索拉里的前叉 进一步往门前回收 接飞格传球出脚 两步加速 人向后仰的同时 左脚一勾将球结尾 我们返回来看雷奇格的表现 纵使普悦尔之前 已经抬手提醒他要紧盯劳尔了 但他在回退过程中 明显将注意力放到了球上 并没有做到人球坚固 在普悦尔伸脚解尾前 劳尔已经从雷奇格身后冲了出来 若不是普悦尔 接下来将球稳稳的解尾 劳尔将获得一次 很好的破门机会 这次精彩解尾 大家在看比赛 或者集锦时 肯定印象还挺深刻吧 但也许大多数人 都没有留意到普悦尔 在完成解尾前 对防线的指挥 还有他之后的长距离无球跑动 与最后精彩的解尾相比 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可以说是同样重要 甚至是更加重要 因为没有这些 就很有可能不会有 最后精彩解尾那一下 很多事情 我们往往容易 只关注到结果 而忽视了过程 然而很多秘密 往往只能从过程中挖掘出来 再来看这个片段 索拉里第一下摆脱了对方的上墙 普悦尔意识到威胁开始回撤 劳尔也反应过来开始前叉 索拉里将球分给边路的小贝 贝克汉姆的船中落点靠后 进取里的普悦尔和劳尔 非常同步的刹车转向 但还是普队抢先一步将球结尾 范姆轮廓和霍斯特拿到第二点 巴萨开始游手转攻 刚才的一些片段 我们已经看过了普悦尔和劳尔的 无球跑动较量 下面我们在集中来看 索拉里带球推进 抬头观察后 做事准备传给前叉的劳尔 但又收住了脚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面前的奥莱格和可苦 封堵了穿球路线 另一方面 普悦尔也在身后紧跟着劳尔 劳尔此时正在往禁区里斜向前叉 大家注意看普悦尔接下来的跑位 直接往前两个大块步 瞬间让纸黄王处于越位位置 并且举起手来 好像在提醒变才 快看快看 他现在是越位的 索拉里戒不好向前发展了 将球回闯 普队此时扭头看到范姆伦克霍斯特 位置拖的靠后 便抬手示意队友前提鞋 以防对方反越位 贝卡尔姆将球往巴萨右路转移 普悦尔往这一侧移动的同时 也不忘回头确认劳尔的位置 再次大幅度的回头观察 接着略微后撤 防止止黄王突然前叉 卡罗斯这脚射门打飞了呀 黄马进攻打到右路 普悦尔留意着球的同时 交叉部回退随时准备起诉 这下回头观察 借劳尔正在往自己身前加速前叉 普队也立马加速 并且抬起右手准备卡位 这球虽然赛 加多没有找劳尔 但普悦尔已经成功绕前 阻断了劳尔可能的接球机会 黄马转移进攻方向 普悦尔又抬手提醒队友 注意盯防劳尔 索拉里还没得到球 普悦尔已经在往这一侧加速变向 以封堵索拉里直接找劳尔的路线 索拉里往回停球 普悦尔前抵两步不让其转身 索拉里只能挑窗 结果没窗好 直接把球权还给了巴萨 再来看下个片段 从飞哥的特写切回来 劳尔在这里 往前一个假跑后急停 普悦尔也前提和劳尔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劳尔突然加速冲向后点 普队小碎步快速回退 一边观察边路情况 一边观察劳尔的跑位 范姆伦克霍斯特的残球很漂亮 但普悦尔的这次无球防守也同样精彩 再来看一遍 大家注意普悦尔回头观察的频率 下面我们再简单来看 三个普悦尔拦截黄马球员给劳尔的床球 普悦尔先是波动到前场 限制无人盯防的飞哥 借其组摆脱了刻苦 普队又放掉飞哥 开始且战且队 其他内拨球往中路走 普悦尔第一时间回头观察 他看向了正式在前场跑位的劳尔 普队开始往中路收拢 再次看向劳尔 其组果然直塞 提前看穿这一切的普悦尔轻松难截成功 当然 其组穿球时 劳尔已经跃位了 普悦尔也早已观察到了这一点 一直举手在向裁判失忆 但主差界巴萨控球 没有treating比赛 小罗和队友没默契上 出现失误 坎比亚所上前拿球的同时回头观察 接着一脚出球 长窗想找前场的劳尔 但被及时出现了普悦尔拦截 并且球还没落地 普悦尔就立马回头观察劳尔的动向 以决定自己接下来处理球的方式和速度 借对方没有逼抢 普悦尔也没有急着出球 这下劳尔预判他会将球交给生前的柯库 已经在加速扑向这一侧 索拉里也抢了上来 看穿这一切的普悦尔于是选择回给后场 巴萨开始重新组织进攻 本是巴萨的进攻 但奥维马斯传球打到索拉里身上 静止飞向中圈 眼看劳尔就要接到球 关键时刻 普悦尔飞奔上来 伸出一脚 拦截了索拉里给劳尔的这个被动传球 最后我们再来看普悦尔本场比赛的另一个贡献 看过这场得比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 本场比赛的前70分钟 黄马斯场上更占优势的一方 也创造出了更多的机会 但下半场的一个意外 却改变了场上的局面 而这个带引号的意外 正是普悦尔用自己出色的防守意识 与勇猛拼出来的 从裁判的特写切回来 飞哥在前场断球 直面巴萨后方线 此时其他内核捞矮 正在从两个方向前场 飞哥的身形也是一片开阔 大家注意看 此时普悦尔和球的距离 比飞哥和球的距离远了两倍不止 并且飞哥已经起诉 面对这个刀山球 普悦尔没有任何犹豫 选择了全速上枪 这迫使飞哥放场争球权 最后普悦尔歇碰到了球 但被飞哥重重的缠倒在地 可以看到倒地的普悦尔十分痛苦 飞哥也因为这次犯规 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场 飞哥这下确实念出鞋底 灯塔到了普悦尔解围的右脚 裁判这下给出黄牌 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普队在被担架抬出场外 接受了短暂的治疗后 又回到了场上 可以看出来明显有些一缺一管 飞哥被罚下场后 少打一人的黄马 在局面上开始实施 巴萨卓解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进而在比赛第86分钟 打入了逆转比分的一球 而普悦尔在本场比赛里 遭遇的严重侵犯 还远不止这一次 比赛第80分钟 也就是在被飞哥铲翻的10分钟后 卡西手抱球发动快速进攻 画面再切回来 普悦尔断下了索拉里的球 顺势往前带球推进 回追了索拉里 在背后一个凶狠的放场 直接把部队放倒在地 回放可以看到 索拉里的这次犯规 也是十分凶狠 而且又是铲到了普悦尔的右脚 裁判也向索拉里出示了一张黄牌 这次被铲翻后 普队很难再坚持比赛 在5分钟后 被莫塔替换下场 比赛结束后 镜头有意找到了 替补席上的普悦尔 虽然已经一缺一管 但普队还是难以胜利的喜悦 拼尽全力赢下比赛 哪怕自己受了伤 但这也应该是 极其快乐的事情了吧 今天的视频 我们一起回顾了 这场国家得比里 普悦尔对劳尔全方位的限制 在这个赛季之后 普悦尔开始担任巴萨第一队长 并且当年巴萨队内 投票选举队长时 只有一个人没有投给普悦尔 而那个人正是普悦尔自己 作为孟二 以及后来孟三的后方机时 普悦尔对于巴萨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每一次都用拼尽全力的防守 诠释了什么叫做勇猛无畏 什么叫做战斗精神 什么叫做铁血队长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都叫足球带我奔跑 谢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见